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来讨论丝绸之路的由来 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大家耳熟能详 可是它的由来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来讨论一下 古往今来这个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 它是作为贯通或是做连结中西方文化跟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 那可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它是来自国外而不是来自我们自己 那这条路的由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1860年到1862年之间 当时的这个普鲁士政府呢 他派了一个调查队或是叫做远征队到亚洲的许多地方来 他到过今天的斯里兰卡 也就是过去的西兰 到日本到台湾到印尼菲律宾等等这些地方来旅行做考察 他们的重点两件是 一个他寻求能不能在这些地方找到他国家想要用的资源 像过去很多西方国家来台湾 他早眼的就是北台湾的煤矿 因为很多的轮船当时需要烧煤矿 他可以在基隆取得煤矿 南港的这个发迹也是因为我们这附近有煤矿 好 那李希富奥芬他就是这个时候参加了远征队到亚洲来旅行 那他1868到1872之间他来了第二次 他利用这一段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他进行了对当时大清帝国统治之下的18个行程 当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的地质上的考察 因为李希富奥芬本身是一个地理学家地质学家 那他呢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他始终在身上挂跟绳子 然后里面绑了笔 因为过去的情况之下 照相机并不是那么方便 不是那么发达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是看到什么样的情景 画下来或是记下来 那这样的一个作为呢 他把很多所看到的东西 立刻的做了记录 所以呢 有学者就称他 他是最先了解中国地文的这个伟大科学家 那李希富奥芬这一位研究者呢 他回到这个德国去之后 他曾经出任过柏林的国际地理学会的会长 当过柏林大学的校长 波恩大学的弟子教授 莱比锡大学的弟子教授 所以他的专长 他真的有在运用 所以呢 他用他的后半生的大部分的这个经历 写了一大套书 这个书的名字叫做中国 然后他后面的一个副标是说 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 那这本书非常有趣 因为他写的主要是在中国的旅行 以及他所看到的研究 这本书里边 他首先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丝绸之路的概念 他把从中国运送丝绸到这个西方世界去贩卖的这条路径 他说这个叫做丝绸之路 这个名字首先是由他提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早在秦汉时期 中国的丝绸就透过西域 然后再到中亚再到欧洲 因为当时的欧洲的人 不懂得丝绸的生产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只能靠这个中国的丝绸 那这个丝绸的出现 特别是在这个张迁通西域之后 那这个丝绸比较迅速容易的 送到了这个西方世界去 那因为他的特质呢 让这个商品变得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 那你可以知道 李希霍芬在他所谓中国这本书里面 多次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他书里边 他在用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用的是指 汉代欧亚交通之间的这个贸易通道 那这个这个时候 因为还没有人用过这个词 所以他是比较谨慎的在用这个词 这个丝绸之路 还没有真正的被确定下来 后来是在他之后的一些学者 不断的引用他这个概念 那到了1936年的时候 他的学生诗文贺定 这位大的探险家 直接把尸绸之路这样的一个名字 拿来出了一本书 所以尸绸之路这个名字 逐渐被大众接受 而且也慢慢传开 大家在说明这一条 沟通管道的时候 简单的讲尸绸之路 这个概念变成非常的普遍 好 那他有一本书 非常非常的可爱 商务印书馆把他重印了 就是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记 那这本书呢 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是 他的学生依据他当时的手稿 以及他跟很多的朋友之间的来信 做的整理 那这本书呢 他不是那样的学术 所以呢 他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这个个人经验 那他所记录的东西呢 就更加的广泛 他有地质结构 有气候 有人口 有经济等等 那这一本书呢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找来看一看 那这两大本呢 非常有意思 在他考察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很认真的去思考 他今天的 他的当年的观察 对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这个启发 他 虽然他说他不懂中文 但是他科学的精神 跟他认真的态度 让我们看到 他所做的调查 他所分析的结果 没有错 这个是了不起的 一个不懂中文的这个德国人 可是他可以做出那样一个 非常准确的判断 那我们要说 在他的这个 这个 旅行记里面 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他看到 他在旅行的过程 他看到北方很多城市的人 看起来是面旁销售 然后呢 眼光呆滞 他直接指明了说 这是典型的鸦片中毒的特点 他在书里面 他讲了太多太多的地方 他看到了山西 有很多地方 他把最好的地方拿来中鸦片 而不是种粮食 他说因为那个土地 种鸦片 让这个鸦片 烟的这个后劲很强 就是他的浓度很高 所以变成 他这个鸦片很好卖 结果当地人是 把他拿来中鸦片 而不是来种粮食 你知道抽鸦片以后 这个人就越来越 越萎靡 越来越没有办法 这个工作 所以呢 他说这个人失去活力 然后呢 上瘾之后再也戒不掉 最后呢 所有的财产都花在一杆烟枪上 先是卖房子 然后接下来卖老婆卖孩子 最后只好二十 他说他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惨状 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那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状况是不是还存在 各位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要从这段故事里面 请各位去想一下 你可以想到什么 李希霍昏他的努力 你可以看到什么 请问 为什么德国政府要组队来 组调查队到亚洲来访问 他重要的理由在哪里 想一想 那我们其次要各位想一想 为什么一个人 一个外国人 能够这样透彻的看清楚 中国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值得我们大家去反思一下 好 这个单元就到这边